Python363,3.6,3.5 你會發現2.0的,2.7的沒有了 因為它可能不support了 再來安裝的方法,我們之前講過 你就按照步驟把它安裝到低疊好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裝好就在低疊底下會有一個叫Python3632 那將來就執行檔要設定這裡 這個Python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我們的那個懶人包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安裝環境這邊的懶人包 你下載之後一樣把它解壓縮 按右鍵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不要解壓縮到懶人包 因為目錄名稱不要有中文 因為我發現Python對中文的相容性好像也有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可能要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當然我們這邊就有一個 我把它解出來就是Eclipse Python 那一樣嘛這邊可以把Eclipse執行起來 那再來就是說呢 你可能要注意喔 之前上課喔 我建議你每次上完課喔 最好還是把那個有一個叫 Workspace有沒有 把它備份起來 因為像上禮拜啦 如果你Workspace又沒有帶走的話 你可能城市還在那邊麻煩 不過還好雲端上 有那個之前我們上課的原始碼 Source都有 所以你複製貼其實也蠻快的啦 OK 那我已經把它call到 因為我每次 離開的時候我都會把它複製到我的學生碟 所以我再把它丟到我的低碟 我只要啟動那個 我們Python的環境之後 他會問我說我的Workspace在哪裡 那其實我就只向低碟的那個我的Workspace 其實就會找到了 而且會馬上恢復喔 所以以後 假如你即便換一個環境也不用擔心 有沒有 低碟底下 有這個目錄 我確定要browse一下 看有沒有這個目錄啊 如果沒有的話你再選一下 就是選擇我的那個 Python的那個Workspace 按確定喔 然後再lunch一下 這樣子呢 他就會幫我把所有 之前我做過的相關程式喔 通通會載進來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再來過啦 一個開發環境喔 我覺得 很重要一點就是盡量怎麼樣 盡量越單純越簡單越好 那不過你會發現我打開之後會發現一個問題 他有個l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的環境可能要再設置一下 哪個地方要設置喔 記得 因為他可能抓不到那個Python路徑喔 所以你可能要在那個 Windows這邊有個 這個 Prefurnies這邊 把它找到 PyDIF裡面的那個 Interpreter 然後呢 找一下那個 Python的Interpreter 再找一下那個路徑喔 因為也許我之前設定在低碟 那可能也許那個低碟沒有 你把它remove掉之後 New一個 Prowse我把它找到 那個我們的 在低碟底下 因為我在低碟剛好裝了一個叫 那個什麼 Python的3632 這個 然後再找到他的執行檔 ESE這邊把它開啟一下 OK 它會抓到 這樣就OK了 所以每一次上課啦 基本上 你只要把這個環境OK 那就把它 Apply Close就可以了 那其實像我這個課後面還有一個是那個 再把它變成一個web 就是 網站的一個jango 那其實城市都一樣 我教的流程也都一樣 只是差別怎麼樣 把我們現在教的東西 放在 放在網路上 就是可以 跟使用者互動 對 真的可以run 不然你現在run 就是在你的電腦裡面run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希望能夠在 Server上也可以run的話 那就再加一個那個有個叫jango的一個 叫 framework 這個框架 那就可以把它放在server上 所以 如果你有一個 可能這邊也要一個jango 那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 同意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上禮拜的東西把它run起來了 那今天的話 接著我們來看 那上禮拜的部分 我們把重點回顧一下 今天是第7次上課 所以上禮拜我們主要的重點在 回顧 在上一次的 再來合併檔案 把它允許一下 好 那 所謂合併檔案 重點就是 我們 利用什麼呢 全省的那個 郵局的資料 所以我在 範例檔裡面有個全省的郵局 Data 裡面好像20幾個吧 那我希望一鍵就可以把所有的 那個20幾個檔案變成一個檔案 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原來做法是怎麼樣 用那個 DOS底下的指令 NDI 把裡面的目錄變成一個 什麼呢 一個 一個 List 有沒有 然後就把那個List 裡面三重 中立 什麼一個一個 總共25 26個 一個一個 去怎麼樣 找到它的檔案 並且把它開啟 開啟 有沒有 開啟檔還記得吧 那個F等於Open Open的路徑 給它 後面雙引號 就一個R 他就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做什麼呢 再把它寫到某一個檔案 對 Append 所以後面就是 就變雙引號本來是R 下面那個就要是A OK A的話就Append 就是繼續把它 放到後面放到後面 OK 應該還記得程式啦 這個合併檔案 我們後來也有在做一個用 那個 WorkSpec Work OS Work 這個Work意思是說 之前我們是用 預先自己從 DOS底下輸出 那個我們的檔案名稱 但是 那個是手動的 那如果我希望用那個 OS OS這個裡面有個方法 叫OS 它就有點像那個 VBA裡面的DIR 它會幫你把 裡面所有 目錄裡面所有的檔案 一個一個幫你把它 抓出來 有檔名 有副檔名 你把它串接 再把它開啟的話 那就可以合併 所以上個禮拜 應該應該還有印象啦 不過也許後面 我們會講到資料庫 那也許 你可以試著怎麼樣 把 全省 的郵局資料 建一個database 把它全部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今天的話 大概會講到資料庫 你也許可以拿這個 順便延伸性練習 資料庫可以練習的東西太多了 工作裡面用到資料庫的機會太多了 但是資料庫裡面最重要的 第一個 Python 最好的partner 就是SQL line 對 SQL line 為什麼 因為它很單純 那 可是問題來了 你資料庫這麼大 你到底要學哪一些 其實資料庫裡面最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建資料庫 OK 因為SQL line是檔案 檔案型的 所以 你只要建立它 就會幫你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第二個呢 在資料庫裡面放資料表 資料表就table 就是database裡面有table 很多個table table裡面有欄位 那看你有幾個欄位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四個最重要的指令 四個嘛 一個新增 查詢 就是 有個簡寫吧 C 什麼 C S C R U D CRUD CRUD就是指什麼 C Create 就是insert R就是read 就是select 就把它查出來 Insert 可以新增 可以查出來 再來就是U update 可以修改 更新 第一的話 就delete 主要這四個如果你會用 其實大部分我想 主要功能就 就差不多啦 用來用去 這四個是最主要的 其他我想 就是一些 可能比較少用 但是其實 當然有 有時間你也可以自己再把它 看一下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就要接著來看 其他還有什麼呢 MANCE CAI 這個我們之前有那個 1到12月 我們用 很多 練習 那裡面有 修改什麼呢 比如說把它改成外部檔案 就是 1到12月的英文 它是放那個檔案 我要把它讀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list裡面 特別說 這很重要 因為以後 很多資料都一定在外部 那外部可能是在檔案 可能在database 可能在 網路啊 雲端啊 等等的 那你要怎麼樣 把它讀進來之後 放 找一個地方放 通常會放在list啦 如果是一欄 就放list 如果多欄的話呢 那就放在字典 Dictionary 這個很重要 這兩個 太重要了 因為 以後如果你不會list 不會dictionary 說真的 你以後 處理資料 就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 像網路 不爬從好了 爬來爬去 你會發現 一定都是list 而且你要搞清楚 list 如果是list 一定是中刮弧 OK 如果是Dictionary 一定是大刮弧 這個你要搞清楚 如果這個搞清楚 關鍵的東西 以後要處理就簡單了 特別之以後 還會更困難 後面我們 講完database之後呢 再來就要 爬網路資料 OK 不過爬網路資料 你也不要一步登天 哇那網路世界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還是 有簡單到 複雜 所以我會安排 就是 先從 比較好爬的 開始爬 你不要一下 挑戰那個 太高難度的 馬上就挫折感 馬上就 爬不下來 就有挫敗感 不過呢 其實 如果你會用 網路爬從跟你講 他可以做到 就類似像 你真的有一個人 在那邊操作 電腦一樣 而且他可以 24小時 自動幫你 去做一些事情 像同學要的 其實真的可以 寫出一個助理 24小時盯著 你要的資料 然後隨時如果 要不就把它存起來 要不就是你去盯著 那個數字去判斷 當那個數字有 達到某一個數字的時候呢 那會主動通報你 沒有 股票的 公司的人 幫我爬就好了 爬下來 可是你還是要判斷啊 對 所以這其實好 應該就是所謂的城市交易吧 沒有交易 只有說過 沒有我是說 沒有還可以做到很自動化 你可能你的野心沒那麼大 有人野心很大 寫出來的話 等於是你就會有像孫悟空一樣 孫悟空72變對不對 你一個人就變72個人 還不只72個人 720個都可以 聽過可能expert 沒有我跟你講 厲害的人 真的一個人就夠了 真的 一個人 不過前提是你要知道邏輯 真的最難的就那個邏輯 因為我說我跟那一些 可能金融界的朋友聊天 所以我最 最不懂的就是他們 想要 他們有的時候會 不想讓我知道太多 因為我如果知道太多 我把他東西學一學 沒有他是想要跟我合作 用合作的方式 對不對 但 這其實最重要就彼此有彼此know how 對不對 這個know how 如果我知道他的know how 我可以把那東西寫出來 然後我可以 自己去做一些交易 線上交易 很厲害的 那個交易的金額都是 幾十億 幾百億都有可能 當然我們 只要中間 你的 邏輯是正確的 那當然相對的 沒有獲得 高頻率交易 高頻率 一次賺很少 對對 雞殺成塔 是不是 OK 這 扯遠了 我想 我知道最近那個金融界很多 每一個 新的職位很多都 甚至要求會VBA 會要R或Python 尤其像什麼研究員 其他什麼研究員每個都要需要這些技能 如果沒有好像就沒辦法 基本的而且還要什麼證照 一個研究員好像要包山包海 什麼都要會 沒有 我現在就這樣 類似一個 英文要會 對英文一定基本的 不會成事就不會寫 對啊 不過你要英文語言又要成事又什麼什麼都要會啦 包山包海 那是幾個字而已啊 喔 呵呵 這個字 不過我覺得 就像我們現在學的 未來其實 可能會變成每個 每個金融成員都可能會被要求 OK 所以也許你們先把 先準備好了 讀取 CSV到字典 所以特別是 我們關鍵就是上禮拜又多學了一個字典 Dictionary一定是大瓜糊 裡面一定是Key 一個Key 一個Value 中間加個冒號 把它隔開 Key Value KeyValue 的架構 然後再來就是說 讀進來 今天的話我們接著要繼續來看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把環境也許先Ready 因為今天又換了一間教室又強迫我們一定要複習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來看那個我們的這個 這個第五個單元 今天的話呢 接著繼續來看那個 資料庫部分 這個串列我想 如果你上禮拜不OK的話 有些東西我忘記的話 可以再把它複習一下 這個是我們原來做的 是用那個DIR方式輸出一個目錄 把它放在這裡 另外後來有改版 改版到下面 我們後來好像有改一個那個 DIR 用那個 Walk OS Walk 在下面這邊 就這一串 OK 那我們這個就 不是 用那個 就是DOS DIR 我們直接用什麼 OS裡面的那個Walk 所以要一些 Import這個OS OS的 裡面很多方法啦 我是建議啦 因為不可能每個都 巨細米講 所以最重要的像Walk 不要 這個比較常用 而且很重要 那坊建議也有書籍提到啦 不過我覺得都講的 有點複雜 不是很複雜 城市很長 起好多 光看就頭痛了 那其實它很簡單 我們好像只有改哪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本來是 由一個List 讀進來 現在是我們自己去把它找出來 所以呢 你給它一個目錄 目錄的話 前面加個R 指的是一個絕對路徑 OK 然後呢 它會把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什麼 所有的 檔案 放在這個裡面 Root指的是它的 其實這怎麼講 就是 裡面的話 如果像一個目錄好了 像這個目錄 它 File指的是 這一些 還有每個目錄裡面的 每個目錄裡面的檔案 所以它會把裡面的所有的File 找出來 那我們全省的那個 它因為只有很單純 就一層而已 所以它把那個檔案的部分 放到File裡面 File裡面的這個 就會建一個那個清單 OK 這邊的話就會建一個什麼 這個Files 所以上禮拜同學問 這個Files做什麼 其實就丟那個什麼 丟 裡面的那一些 資料 檔名 DIR指的是 如果裡面還有目錄的話 指目錄 就像我們剛剛這個目錄 看到的東西 這個這一些 叫做DIR Root指的是什麼 Root指的是這一串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 它實體的目錄 位置找到的話 那就是把Root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File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你乾脆自己去串也可以啦 因為 網路上 或者是坊間書籍 我覺得寫的有點複雜 所以我乾脆自己來串就好了 所以呢 我是用一個P 就Paste好了 它是實體目錄串一個檔名 當然呢 坊間的書籍又寫什麼 用那個OS裡面有一個 那個Join Join就是 串接 把Root 串接什麼 Root串接File 也可以把那個檔案 串成一個 實體的目錄 不過我覺得 那樣子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而且 你還要去 把那個 OS裡面的 Join拿來用 我乾脆自己寫一個字串就好了 我幹嘛麻煩 所以我這個 後來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 我覺得這樣我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有的東西 不是說 它提供給你就是好方法 你應該可以想一個 如果你覺得更好的方法 像我這邊是覺得 比較好的方法 再來開啟檔案 再去寫出去 寫的話一定是A 把它寫出去 最後一直跑一直跑 另外裡面的東西清空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最後合併成功 就可以看到了 最後好像同學有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如何 最後把它輸出到 O之後 可以自動把它開啟 那我後來講一下 你可以用什麼OS.System 它裡面有一個用NordPay 這個執行檔 所以你要去查出那個 像記事本 它的執行檔名稱叫NordPay 然後呢你就加上那個 路徑 它就可以 執行完 把它打開 OK 也許這上禮拜的東西 應該沒問題吧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就是 就是在把這些sauce貼上就OK啦 其實 如果你上個禮拜沒有存好檔 你把這邊複製貼過去 也可以run 只是我建議 有機會的話 還是要自己重新再做過一遍 另外的話今天就要接來看 Seqlite 這個資料庫的什麼 新增資料庫 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當然新增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 並且把資料的怎麼樣 記錄到裡面去 所以大概目錄這樣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這一行就是建database 這一些 到這邊就是建table 這一些就insert 這一些就確定要新增 commit 然後把資料close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Seqlite 在Python裡面 真的很簡潔 很簡單 跟那個VBA裡面ado有的比 其實ado也差不多 其實ado的架構跟這個還蠻像的 如果你們之前有學過那個 VBA裡面的ado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架構一樣 只是語法少有不同 請各位 先把環境先ready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如何在Python裡面 去實作 Seqlite 當然未來 其實延伸性 資料庫裡面 不只是Seqlite 如果你是要跨 多人使用的話 可能要用 可能大型的啦 也許像 MS 叫買Seql 或者像其他要付錢的 MS Seql 或者是 Oracle 等等 其實做法上面也都差不多 也是Seql 語法 或者甚至現在很夯的 像什麼 雲端式的資料庫 像現在 像 雅馬遜也有啦 然後 那個 微軟自己本身也有 Archew 那Google本身也有 那Google目前 有把那一家 叫Firebase 買下來 那Firebase 目前還好 它有提供免費的 一區的資料庫 所以未來也許 如果時間來得及 可以再講一下 雲端資料庫 雲端資料庫 好處是怎麼樣 你就不用自己 擔心說 你的資料庫 像Seqlify只能放你現在單機 如果你要跟別人分享怎麼辦 很抱歉 你可能要 再把那個 Jungle架起來 你一定要再 架Jungle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你的Database 沒辦法跟別人分享 或者你可能要架 那個買Seql 買Seql 又要架Server 另外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雲端 雲端資料庫 應該未來主流啦 以後根本不用架任何Server 但是缺點就是說 可能會有廢用的問題 這一點我想請各位 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個 資料庫部分 好 好 好 OK 請